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场地的适应 其实只有一个小时 就是比赛前每个队 只有一个小时的适应场地 对于队伍来讲还是比较紧 所以他要把整个攻防啊 发球啊都要练到 如今中国女排正在法国巴黎备战 做好冲击奥运会领奖台的准 今年的奥运会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的重要 朱婷他们都想带领球队冲击奥运奖牌 很多球迷也期待中国女排 可以重回巅峰 而在备战奥运会的同时 最近央视还播出了 中国女排备战奥运会的专题片 其中包括主教练蔡冰和朱婷 都出镜接受了采访 朱婷他们除了在采访中 谈到了这一次备战奥运会的感受 和目标之外 还特别回顾了之前 世界女排联赛的溃败 以及替补的争议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球迷错误怪主教练蔡冰了 相信很多球迷还记得 在之前征战世界女排联赛的时候 朱婷在澳门那场比赛 回归中国女排 结果主教练蔡冰却一直安排 这位世界级别的主攻手担任替补 这也导致中国女排 在第二周的比赛接连输球 甚至暴冷惨败输给日本女排 令很多球迷非常生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时主教练蔡冰成为了众矢之地 很多球迷纷纷要求他下课 认为他对不起朱婷 对不起中国女排的信任 在这次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朱婷终于回应了这个巨大的争议 朱婷表示当时自己刚刚从国外回来 身体还在恢复期 并不确定在赛场上 可以打出好的表现 所以当时朱婷主动和教练组沟通 谈到了自己的担忧 后续蔡冰就建议他 先跟随球队一起训练和比赛 一边观察他的身体状态 随时做出阵容的调整 毕竟朱婷在最近几年 经历了严重伤病的折磨之后 已经变得越来越谨慎 身体也随着年龄的增大 没有以前那么强大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朱婷比较保守 没有第一时间登场比赛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从朱婷透露的消息可以知道 之前世界女排联赛 替补登场的安排 是和主教练蔡冰沟通过的 并不是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一意孤行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在之后 奥运会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 先不要着急指责我们的教练组 先要搞清楚 这背后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这一次 中国女排备战的采访视频播出之后 很多球迷看到朱婷的采访 难免会担心球队 接下来奥运会的征程 首先从这次的采访可以看得出来 朱婷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整个人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并没有那种 面对奥运会即将到来的神采意义 另外一方面 考虑到朱婷的年龄越来越大 而且她也担心在奥运会期间爆发伤病 后续中国女排的征程 确实不是特别的保险 因为朱婷就是这个球队的核心和领袖 如果朱婷真的发生意外 中国女排恐怕很难在奥运会站上领奖台 所以各位球迷也得做好心理准备